第1031章 无极真人 怎么是她 仔细一看 无尘吃了一惊 这人却是顺言 对这个美貌名动东玄玉的神奇女子 她是记忆深刻的 她们之间 曾经有过几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那份回忆深深圈刻在心底 无法忘怀 不知怎的 心中莫名闪过一股冲动 想和她说一会儿话 念头生出 无尘不再犹豫 抽出语句 打开窗户 轻轻地跳了下去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顺言的脚步微微一顿 待得她看清楚来人时 却是睁住 冷漠的脸庞之上 尽是难以置信 星辰般璀璨的眸子中 绽放一抹绚丽的光彩 晚上好 无尘扭头 冲她笑了笑 顺言微微愣住 妙目眨了眨 嘴唇微扬 浅浅一笑 如深夜里绽放的百合 美得惊心动魄 仙子一笑 倾国倾城 能陪我说一会儿话吗 无尘淡淡道 微微转身 慢慢走着 顺言神色一动 看着她的身影 在黄昏下 在雨夜里有些不真实 但 她的话语却萦绕在耳畔 雨丝中 还有她的气息 一切都昭示着 就是她 无疑 犹豫了一下 扬了扬油脂伞 迈开脚步 鬼使神差的竟是跟了上去 黄昏下 雨夜里 两个小小的身影 肩并肩 手指雨伞 渐渐远去了 夜风吹来 微微凉意 含上心头 空气中 流淌着一股淡淡的幽香 萦绕在鼻尖 动了谁的心 你为何独行雨中 无尘轻轻地问 顺言微微抬头 看着这漫天雨丝 飘飘洋洋 悠悠道 喜欢雨 雨的清静 雨的气息 雨的意境 无尘略略挑眉 眼底忽然明亮 心间似乎有什么东西化开了一样 她的话 如一颗一颗石子 慢慢落入心底 荡起一波一波水纹 说得好 你的心境却令我大为佩服 无怪乎能在见到修行之上 有如此高的造诣 无尘隐隐隐有一种感觉 顺言的修为 已经是达到了星极境八重天的巅峰 距离九重天 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玻璃纸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窃机 便可顺利进入星极境九重天境界 顺言淡淡道 见到之境 浩渺无尽 我等凡人 终其一生 亦未可得 亦窥绝颠 无尘看着她 绝美的容颜 焕发出灿烂的光辉 真真如九天仙子 圣洁无瑕 不容亵渎 她 漫天雨丝 飘飘扬扬 如刀如剑 雨 依旧没有停歇之意 无尘忽然一正 因为她看到 顺言娇躯 微微颤动 细细雨丝 飘飘而来 落入她衣角 许是有些凉吧 黑暗中 突然 她伸出手去 握住了这一只细腻光滑的手 如高枝一般 晶莹如玉 顺言呆住 身子像遭了电击一般 僵在了那里 这是她 第一次在宁静中 牵她的手 惊雷乍响 闪电劈来 风 似乎更急了 雨 似乎更大了 然而 她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的良意 因为有一只手 正牵着她 传给她温度 天地苍茫 风雨萧萧 这一刻 她牵着她的手 陪伴着她 告诉她 风雨之中 她不是孤独一个人 不是 一个人 纵然前路是一片黑暗 纵然前方充满荆棘和苦难 那也没有任何遗憾了吧 四目相对 微微一笑 无尘轻轻地道 别着凉了 这一刻 天地为正 两颗心 聚拢在了一起 夜晚降临 整个太一门灯火通明 一片透亮 前云殿 这里是太一门主殿 是太一门召开重大会议和商量重大事情的地方 四根粗大的柱子立于四方 支撑着整个前云殿 柱子上雕龙附凤 精美绝伦 正中一行字 璀璨生辉 浩然正气 天地长存 精美的地板上仙尘不染 几张雕花紫檀木凳子齐齐整整摆放 四周并无其他特别的摆设 简陋 而又别具一格 前云殿坐落于整个太一门的中轴线上 但从无人赶无视前来 因为这里蕴藏着太一门最大的秘密 东悬域之内无人不想获得之秘密 请客间杀人 一颗请客间让普通人成为一流高手的秘密 此刻 太一门宗主无极真人和长老们在一起 正在谈论一些事宜 就这样吧 在这先到圣地交流大会期间 还请诸位长老多多费心 务必确保大会的圆满顺利完成 无极真人沉声说道 宗主客气 几人站了起来 缓缓地从前云殿里走了出去 无极真人右手扶着额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片刻 一位白发老者从外面走了进来 如果吴臣在这里 一定会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在一空间里面 那个把空间节点给毁掉了的太一门太上长老 宗主 无极真人道 太上长老 坐 白发老者走到右侧 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太上长老 你来找我 可有什么要紧之事 白发老者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说道 宗主 被沉愿那人 你做何处理 他们太一门神通广大 自然能辨认得出 当日从一空间里逃出来的年轻人 就是被沉愿的那个真传弟子 说实话 他也没有想到 这人竟然如此的命大 受了他那么重的攻击 后来又受到空间节点坍塌的影响 这些这些 都是没有能让那个人死掉 反倒是让他给顺利的逃脱了 回到了被沉愿之中 太上长老 你确定那人真是他吗 无极真人淡淡说道 面沉如水 白发老者点头 我确定 错不了 那么 你认为他知道什么呢 无极真人淡淡地道 面色始终没有半点波动 这 白发老者陷入了沉思 片刻他摇了摇头 我不确定 无极真人看了他一眼 挥挥手 道 此事我知道了 太上长老 除了这件事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白发老者很是震惊 诧异地看着无极真人 他所说的事情 难道还不够重要吗 可是为什么宗主会是 这么一种淡然的表情 没了 说完 白发老者起身离去 既然搞不清楚宗主在想什么 他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吴晨 无极真人摊开手 手指上的翡翠玉斑指 也不知不觉地化为了碎片 第1032章大会开始 清晨 天气晴朗 阳光明媚 雨后的天空显得格外的清新 今天 乃是先到圣地交流大会的正式日子 整个太一门都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一大早 吴晨他们用过早膳 就在长老们的带领之下 去了星宇广场 到了这里一看 偌大的广场 早已经是人山人海 无数人聚集在这里 各大势力的人 基本上都已经到齐了 吴晨扫了一眼 在这广场之中 有一片巨大的空白区域 在这一片空白区域之中 有着很多巨大的比舞台 这些个比舞台 都是临时搭建的 但却是相当的牢固 哪怕是画龙镜强者 都不一定能破坏得了 数了一下 这些比舞台 总共有27个 被划分为9个区 每一个区均有3座比舞台 可以同时进行27场比赛 这样的话 就能大大的节约比赛的时间 而在正中心的位置 有一座雄伟的高台 在高台上 坐着许多的人 在这上面 吴晨看到了 天池上人和玄冥上人他们 天池上人和玄冥上人 这一次是裁判员 所以并不和他们在一起 这人是 这时 吴晨注意到了一个人 这人身穿紫色袍服 衣着华丽 头戴金冠 周身滑光流淌 宛若折仙将士 如果他没有猜错 这人应该就是太一门的宗主 无极真人 无极真人 太一门宗主 无上半神级强者 东玄玉巨博之一 修为高深 冠绝天下 好强 无极真人 此时就坐在那里 并未散发出多少的气势 并未散发出多少的气势 但是 吴晨从他的身上 却是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气血 汹涌澎湃 宛若浩瀚的星河 由此可知 这人的修为 比起天星真人 玲珑仙尊 他们都要更加的强大 远远的超过了想象 看了一会儿 吴晨移开了目光 在长老们的带领之下 众人来到了 他们被陈院指定的区域 在这里坐了下来 静静地等待着 仙道十宗交流大会的进行 突然 人群之中 传来了一阵骚动 快看快看 独孤无敌 独孤无敌来了 独孤无敌 这四个字 在瞬间就把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吸引了过去 因为这四个字 代表着的含义 绝非是一般的 代表着他们东玄宇 年轻一辈的最强者 无上级的存在 独孤无敌 吴晨的目光 同样是被这四个字 给吸引了过去 他看了过去 只见一对人 缓缓地走了出来 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是青年人 他们的身上 都有着强横的气势 而这些人 就是太一门 这次先到圣地交流大会的 参赛者了 一一扫过这些人 吴晨的目光 很快地就锁定了一个人 就是那走在最前面的人 从这人的身上 他觉察到了一股 非常庞大的气息 这一股气息 远远地超过了周围的其他人 光是看上去 就能感受到 那份灵力的威压了 画龙镜强者 毫无疑问 这人就是独孤无敌 太一门第一真传弟子 天赋卓绝 修为绝顶 实力强大 看到独孤无敌 华阳飞他们是如临大敌 对于他们而言 寻常之人 他们已经是不放在眼里了 但是 他们偏生就遇上了独孤无敌 这个天资非常卓越的人 一身修为强大无匹 已经是突破了画龙镜 这就是独孤无敌吗 好强大的气息 那还用说吗 画龙镜强者 能不强吗 我的乖乖 他真的突破画龙镜了 原本我还以为 只是说说而已 肯定啊 要不然 他如何成我们东玄 与年轻一辈第一强者呢 太强了 太震撼了 独孤无敌 我爱你 独孤无敌 我爱你 众人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独孤无敌的身上 一眨也不眨 整个场地无比的疯狂 这一刻 毫无疑问 独孤无敌是绝对的焦点 看了一会儿 无尘就移开了目光 看向了别处 等待着比赛的正式开始 东 悠扬的钟声 传遍了整个星宇广场 场中迅速的安静下来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期待已久的先到圣地交流大会 已经是要开始了 高台之上 那些太上长老们纷纷下台 走到比武台上 他们都是裁判 无极真人从座位上站起来 用清阳的声音对众人说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太一门 参加本届先到圣地交流大会 场中一片雷动 无极真人 这可不是什么一般人 而是太一门的宗主 无上级别的存在 闲话我也不多说了 下面我宣布 本届先到圣地交流大会正式开始 所有人的目光 立刻就是汇聚在那些巨大的比武台上 那里就是比赛进行的地方 该你们上场了 我们被沉愿这次的成绩如何 就看你们的了 木清长老笑着说道 众人也是热情高昂 他们早就已经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了 我们去去就回 三人站了起来 他们抽到的号码是比较靠前的 每一个小组都有三个比武台 可攻六名选手比赛 也就是说 一号到六号是第一批参赛的人 加油 吴晨也是关注着比武台 他是五组三十二号 相对比较靠后 要很晚才能排到他的位置 很快的 第一小组之中的一场比赛就结束了 一组七号和八号上台 根本不停歇 直接就开始下一场的比赛 一组八号 吴晨微微皱眉 他记得顺岩的号码 好像就是一组八号来着 师妹 该你上场了 吓幽兰笑道 顺岩轻轻点头 从座位上站起来 缓缓地走上比武台 他这一上台 立刻就引起了一场轰动 哇 美女啊 可不是 这顺岩可是咱们东玄域最美丽的女人之一 与天玄圣地的月青竹并列 称作双臂 美女参赛 光是看看就觉得养眼了 一时之间 很多人的目光都是落在了顺岩的身上 美女笑应 这是无论什么地方都适应的 顺岩的对手名叫唐岩 是一个小宗派燕西蒙的真传弟子 修为是星级镜六重天 第1033章手战 没什么压力 无尘看了一眼唐岩 这人的修为只是星级镜七重天 对于顺岩来说 根本就不存在半点儿的压力 轻轻松松就能获胜了 比武台上 唐岩的心情很不爽 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在看顺岩 亚根儿没有注意到他 他好歹也是宗门燕西蒙的十大真传弟子之一 在宗门之中地位甚高 给我拜 怒吓一声 唐岩握住拳头 一拳狠狠地轰出 强大的气势 怒冲而下 从四面八方向着顺岩轰击而去 顺岩面无表情 古井无波 看见唐岩一击打来 直接拔剑而出 一剑劈落 煞时 众人只是感到眼前一晃 一道灵力的剑光爆发出来 就像是雷光一样 绚烂耀眼 唐岩的攻势 在顺岩一剑之下 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很快地就被破解掉了 破掉了唐岩的攻击 那一道剑光威势 丝毫都不减弱 直接就向唐岩的本体而去 不好 唐岩脸色大变 怎么也想不到 顺岩的剑力竟是如此的强大 一剑就破掉了他的攻击 二话不说 立刻召唤自己的地阶领宝 想要借地阶领宝的力量 来抵御顺岩的意见 但是 顺岩的剑实在太快了 还不等他召唤出地阶领宝 剑力已经是冲了过来 啊 唐岩惨叫一声 直接是被一剑给击飞 倒在了地上 连顺岩意见都抵挡不住 不是吧 一剑秒杀 众人震惊 目瞪口呆 虽说唐岩的修为低 而且出身于小宗派 虽不及顺岩 但毕竟是星级境六重天强者 实力也不至于差到哪里去 也不至于连顺岩意见都接不住吧 但是 现在却被顺岩给一剑击败了 这也未免太惊人了吧 呵呵 没想到 这顺岩不仅人长得漂亮 实力也强得没话说 那是 你也不想想 人家可是被沉愿的弟子 被沉愿乃是十大先门之一 实力非常的强横 他们所培养出来的真传弟子 能没有本事吗 我听说 这顺岩在剑道上的造诣极高 连剑道至尊绝技万简归宗都领悟到了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事情我也不知道真假 但想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呵呵 没想到 他人这么年轻就能领悟万简归宗 这可是很多老一辈强者都没法领悟的 毫无疑问 现在 顺岩是绝对的焦点 人气迅速的暴涨 所有人都是没有想到 这个女子 在如此绝美的容颜背后 还有如此惊人的实力 简直就是难以相信 哈哈 师妹好样的 下幽兰哈哈大笑 顺岩的一番出手 可是大大的长了他们被尘愿的面子 吴臣也是很赞赏的 顺岩的实力 一向是强大 只怕是萧和 侯军吉他们这些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十多分钟之后 轮到下幽兰上场了 他遇上的对手是一名星级竟七重天强者 以他星级竟八重天的修为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两分钟之后 他就战胜了对手 赢得了首场战斗的胜利 恭喜幽兰师姐 众人都是给他道贺 要论人气的话 下幽兰在他们被尘愿之中的人气 那是非常的旺盛 即便是吴臣和顺岩 都是比之不过 下幽兰开心的笑了 就像是吃了蜜一样的甜 三足之中 高手众多 能胜一场是一场 哪怕最终没办法晋级 那也是无所谓的 被尘愿的开场总体而言是不错的 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17人上台过 胜利了14人 一人平局 另外两人失败 这个结果 算是极好的 另一方呢 比方说像燕西蒙这样的小宗小派 到目前为止 也就两三人获胜 其余人皆是惨败 结果很不好看的 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轮到吴臣上场了 吴臣到你了 下幽兰之道 吴臣的天资极为可怕 能越过很多级击败对手 还在星级境二重天的时候 就击败了白沙族青年强者鬼沙 随后在东荒大地上 也是大展神威 迎战各方敌人 从来没有过败迹 现在一年多时间过去了 他的修为 也是突破了星级境六重天 实力肯定也是大有进步 因此 他倒是很想看一看 他现在的实力又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其他人也是一样 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吴臣 这个自打进入他们被沉愿以来 就一直是传奇的人物 想知道他现在到了这 先到圣地交流大会上面 又能走到何等的一步 吴臣遇上的对手 是邢悦宗的一名真传弟子 名叫万恺 是星级境七重天强者 邢悦宗在众多的先到圣地之中 也是比较有名的 虽然比起被沉愿这等势力 还有所不及 但也不是什么燕西蒙这样的小宗小派 所能比拟的 在这一次的先到圣地交流大会之中 邢悦宗来的那些人 就有一名星级境九重天巅峰强者 和两名星级境九重天强者 这等的阵容 已经算是非常的强大了 他也是被沉愿的弟子吗 修为好差 才星级境六重天 星级境六重天 这要是换做其他的势力 那还算是马马虎虎 但是要在被沉愿这种地方 那就比较垃圾了 可不是吗 纵观十大宗门 还没有出现过星级境六重天强者的情况 其他的势力 最低等级的人都是星级境七重天 不知道被沉愿是怎么搞的 居然让一名星级境六重天的人来参赛 兴许是凑数吧 毕竟人数少了 也是显得有些难看 嗯 有这个可能 众人议论纷纷 虽然这仙道圣地交流大会不限定具体的人数 但是一般情况下 都会有一个相对默认的标准 不会太多 太多了显得冗杂 太少了显得寒碜 类似于被沉愿这种仙道宗派 一般而言 来二十几个三十个真传弟子 应该就是比较合适了 所以在他们看来 被沉愿之所以会让吴臣来参加这种仙道圣地交流大会 说白了就是让他来凑数 并不顶什么用的 第1034章 首战得胜 听了众人的话 被沉愿的人都是笑了起来 如果真的要凑数的话 他们是绝对不会让一名星级境六重天强者来的 他们被沉愿里面 有的是星级境七重天强者 犯不着让一名星级境六重天强者来凑数 待会儿这些人就明白了 夏幽兰哥哥直笑 吴臣的实力非常的强大 连他都是自叹不如 等会儿结果出来了 指不定会惊掉所有人的下巴 两分到手 比舞台上 万凯是很高兴的 当他听说自己首次遇上的对手 就是被沉愿的人的时候 心都是凉了半截 因为在被沉愿这样的先到宗派之中 最低等级的参赛者 都是星级境七重天 而他虽然也是星级境七重天 但相比于被沉愿的人 整体实力还是要差一些 只是没想到 自己的运气居然这么好 居然能遇上一名星级境六重天强者 这样子的一种情景 可真的是上天的眷顾啊 吴臣淡淡一笑 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好对付的人吗 给我拜吧 万凯双手掐绝 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这一股力量非常的强大 如同是怒海波涛一般滚滚不息 虽然对方是一名星级境六重天修士 但万凯也不敢大意 因为对方毕竟是被沉愿的人 掌控着被沉愿的绝技 要是粗心大意了 宝不准会阴沟里翻船 那样的话 他晋级的希望又要少一些了 所以万凯一出手就是权力 力争能击败吴臣 赢得这一场战斗的胜利 万师兄加油 行跃宗的人纷纷为万凯加油助威 他们都希望万凯能获胜 得以顺利晋级 进入前一百强的行列之中 在众人的注目之下 万凯双掌往前推出 一股强横的力量 如同浪涛一般 汹涌地爆发出来 直冲向了吴臣 但是 令人想象不到的是 面对万凯的攻击 吴臣竟是不闪不避 握住拳头 直接就是一拳轰出 伴随着这一拳的轰出 一股超强的力量 也是在瞬间爆发了出来 令得周围的空间都在颤抖 不停地摇晃 轰 然后众人就看到 万凯的攻击 竟是直接被一拳给破掉 汹涌的能量 化为了漫天的光雨 辐射而下 冲向了四面八方 什么 众人睁大眼睛 看着这一切 眼中满是不能相信 没有想到 万凯的攻击 竟是被吴臣给一拳给轰爆了 呵呵 轰爆了万凯的攻击之后 吴臣淡淡一笑 握住拳头 又是一拳轰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形成一股狂暴的洪流 朝着万凯冲了出去 不好 万凯脸色大变 吴臣的力量太强了 一拳就把他的攻击给粉碎了 这份实力 那是非常的恐怖 暴鹤一声 凝聚出全身的力量 澎湃的灵力 汹涌而出 化为了一道强大的印法 朝着吴臣镇压而去 但是 吴臣看也不看 直接一拳轰出 砰的一声 万凯的印法 就是被一拳给粉碎掉了 无法对吴臣产生任何的影响 什么 万凯睁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吴臣 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 这时 吴臣身影一闪 速度猛地加快 快到让万凯几乎看不清 万凯大惊失色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强大的 星级镜六重天强者 不仅力量强大 而且速度也快 简直是不敢相信 凝聚起力量 万凯想要抵御吴臣的攻击 他的力量刚刚凝聚出来 吴臣的拳头就是击打过来 凶悍的力量 狠狠地打在他的身上 啊 万凯惨叫一声 被一拳给震飞了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已然是落了败 满堂皆惊 众人都是睁大了眼睛 看着那倒在比舞台上的万凯 眼中满是震撼 这个结果 可是他们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获胜了 他竟然获胜了 不可思议 是啊 原本我还以为 被陈苑准许他来参加 他先到圣地交流大会 就是一个凑数呢 凑数 你以为可能不 被陈苑那是什么地方 十大先门之一 高手和其之多 在这样的地方 你以为会有凑数的说法吗 呵呵 这倒也是 不过 这人的确很惊人 两三下就把万凯给搞定了 看样子 他的实力还不止 他现在所表现出的那么简单 恩恩 众人一片哗然 议论纷纷 对吴臣简直是刮目相看了 吴臣 另一边 司空胜也是在关注着吴臣 他内心里的震撼 比起在场其他人 都要更加的强烈 因为他知道吴臣 三年前 他们是一起通过万国大选 进入十大宗门的 当时的他 修为才是真武镜三重天 而今三年时间过去 对方的修为突飞猛进 已经是突破了星级镜六重天 三年时间 修为进步如此的神速 这简直不是人所能办到的 只能是妖孽 真正的妖孽 32号获胜 裁判员宣布了比赛的结果 就这样 吴臣轻轻松松地 获得了首战的胜利 赢得了两分 从比武台上走下来 吴臣回到了座位上 吴臣 恭喜你 赢得了首场战斗的胜利 被沉愿的人 都是很高兴 吴臣乃是他们被沉愿的人 他能取得胜利 对他们被沉愿来说 也是一份成绩 吴臣耸耸肩 不过是一个万楷而已 对他来讲 没有半点儿的压力 可以这么说 在场之中 除了独孤无敌之外 其他人都不值得他全力以赴 但是他也知道 他这想法说出去 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不过他也不在意这些 他只需要一场一场的胜利下去就行了 不需要去管那么多事情 很快的首战就宣告结束了 他们被沉愿25人之中 除开华阳飞是保送 没有参加之外 其余24人之中 胜利了20人 占平一人 败了三人 这个成绩 在众多的宗派之中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结束之后 休息了十分钟 紧接着就进行第二轮次的战斗 第1035章 强横的顺言 第二轮次的战斗 对于被沉愿而言 就不是那么顺利了 开始的时候 就是连输了三场 这让众人都是忍不住皱紧了眉头 连输三场 这样子的开局 可谓是糟糕透顶了 一组8号和12号上场 裁判员再次点到了被沉愿的人 因为一组8号不是别人 正是顺言 师妹加油 力争拿下这一局 夏优兰鼓励道 他们被沉愿已经连续输了三场 要是再输的话 颜面何存啊 师姐 你且放心 我去去救回 顺言握住宝剑 静止走向了比武台 她这一上台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又到了顺言上台了 美女比赛 这可是非常的期待 被沉愿的情况 好像不大好啊 这第二轮次的战斗 才刚刚开始 已经是连输三局了 希望这个顺言不要再输了 输 你以为可能吗 她可是领悟了万剑归宗啊 万剑归宗 那是见到无上的绝技 有这一门无上神通在 顺言的战力惊人 一般人根本就不是对手 话虽这样说 可这一次她遇上的对手也不弱 修为跟她一样 也是星极竞八重天强者 同样是十大宗门里的人 看看吧 很快的 结果就出来了 顺言这一次遇上的对手 名叫刘玉玺 星极宗十大真传弟子之一 修为和她一样 是星极竞八重天 实力派强者 请 刘玉玺清贺一声 一股强大的气息 猛地从身上爆发了出来 犹如是惊涛骇浪一般 席卷整个比舞台 让空间都是剧烈的颤抖 气流涌动 狂卷不息 看到这股气息 众人都是不禁胆颤 如此强大的气息 顺言真的有希望战胜吗 但是 顺言确实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只见她扣住手中宝剑 焦鹤一声 宝剑出窍 绚烂的光芒 从宝剑之中绽放出来 璀璨耀眼 扣住宝剑 顺言直接一箭批出 这一箭不含任何的花窍 就是这么平淡的一箭 然而 在这一箭批出的时候 周围的气流 立刻就发生了爆裂 直接被一箭给劈开 就连空间都是发出了一种古怪的声音 仿佛被一把巨刀给搁着一样 刘玉玺的脸色不禁变了 这顺言的箭力非常的强大 远远的超过了想象 如果不好好的应对 恐怕是会落败 双龙鞭 刘玉玺不敢大意 使出了自己的地阶领宝 这是一杆长鞭 在其身上刻有两条龙纹 事故名为双龙鞭 双龙鞭已出 周围的气流涌动得更加的剧烈 疯狂的震荡 狂暴不息 右手握住双龙鞭 刘玉玺快速地奔跑 向着顺眼给冲了过去 身上的气势冲天 狂暴地涌动 看到刘玉玺向他给冲了过来 顺眼脸色丝毫不变 他扣住宝剑 依然是一剑劈出 坑 两剑冰刃相撞 一股狂暴的气劲 从撞击之处爆发出来 如同飓风一般 横扫整个比武台 这一刻 很多人的目光 都是望着这一座比武台 对这一战是十分的期待 一击打出 刘玉玺和顺眼两人 都是被震退 狂暴地气劲冲向四面八方 顺眼柳眉一树 身影飞起 脚踩半空 然后娇喝一声 一股强横的力量 从身体之中爆发了出来 迅速地辐射而开 在他的脚下 形成了一座巨大的连台 而他就站在连台之上 周身滑光萦绕 整个人如同九天仙子降凡 美得惊心动魄 无数人的目光 皆是望着顺眼 充满了爱慕 如此绝世的人 当真是天上有 地上无 沧海月明珠有泪 顺眼轻吟见绝 一股灵力的剑力 从他的身上冲了出来 玉手一扬 一道强大无比的力量 注入宝剑之中 宝剑急剧颤动 光滑暴涨 满天剑气 铺天盖地 剑芒破空 威势害人 宝剑翻转 万千剑芒 瞬间合一 形成了一道可不巨剑 巨剑之上 剑滑流转 霹雳闪电 划破天空 披落在那宝剑之上 却不能动机分毫 反被宝剑吸收 化为惊人的能量 增添巨剑的威力 巨剑横空 欲破苍穹 众人震惊 脸庞大变 顺严的这一招 光是看上去 就让人感到威力无穷了 更不要说打出来了 天知道威力会有多么的恐怖 比舞台上 刘玉玺的脸色 也是骇然大变 没有想到 顺严的天赋 竟是如此之强 竟能把剑爵 给修行到如此恐怖的程度 这简直就是不敢相信 面对顺严惊天的意见 刘玉玺也是不敢大意 她大喝一声 强大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超强的灵力 全部灌入了双龙边之中 双龙边剧烈地颤抖 一股可怕的力量 疯狂地涌动 猛烈地传了出来 让空间都在震荡 根本就承受不住 这一股力量 双龙边 握住双龙边 刘玉玺一击打出 右臂一阵 双龙边狠狠击出 夹杂着毁天灭地般的力量 怒劈而下 狠狠地冲向了顺严 砰 双龙边一打出 周围的空气 进阶爆碎 可怕的力量 席卷了出来 崩碎了空间 由此可见 刘玉玺的这一招 力量也是非常的恐怖 绝对不是什么一般人 能挡下来的 这一刻 无数人的目光 都是望着半空 眼睛一眨也不眨 师妹 一定要加油啊 夏幽兰等人 非常的紧张 身体都是不由地 颤抖了起来 他们被沉愿 已经是连输三场了 绝对不能再输了 那样的话 倒是吴晨 他比较淡定 他知道 顺严的实力深不可测 他真实的战力 现在还没有展露出来呢 一旦展露出来 将会非常的可怕 刘玉玺加油 星极宗的人 也在为刘玉玺加油助威 他们自然是希望 他能赢得 这一场战斗的最终胜利 轰隆隆 半空中 两股强大的力量 终于是撞击在了一起 顿时 一股惊天般的爆炸 赫然响起 震遂天地 破灭万物 惊天光芒 自爆炸中心席卷而开 犹如暴风及雨 冲击而开 但凡过处 空气进阶爆裂 化为一片真空 强大至极的灵力波动 疯狂席卷开来 浩浩荡荡 第1036章正节 咻 就在这时 突然 一道剑光滑破了苍穹 以雷霆之势 朝着刘玉玺迅 迅速地冲了过去 刘玉玺 因为施展刚才那一招 耗费了大量的力量 正处于一种 很虚弱的状态 看到顺炎一剑劈下来 简直是下了一大跳 连忙握住双龙边 狠狠地打了出去 想要抵御住顺炎的这一剑 但是 他现在身上的力量 已经是极度匮乏了 又哪里能抵挡得住 顺炎的一剑 被对方一剑命中 啊 刘玉玺惨叫一声 身体倒飞了出去 口中鲜血狂吐 然后狠狠地坠落在地 已然是失败了 这一刻 所有人眼睛睁大 望着比武台 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刘玉玺败了 这才几招就败了 原本我以为 这一次的战斗 要进行几十个回合的 哪知几招就决定了胜负 他的这一剑 好像不是万剑归宗吧 应该不是 如果是万剑归宗这一招 我们都应该是认得出来的 没有施展出万剑归宗 就能击败刘玉玺 这人的实力 未免太恐怖了吧 呵呵 没有想到 顺言不仅容颜爵士 冠绝天下 就连这实力 也是强横的没话说啊 要是谁能娶到他 那才是要幸福死了 众人议论纷纷 场中一片哗然 太好了 师妹胜利了 这一边 夏幽兰他们简直高兴的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因为从第二轮次开始以来 他们被尘愿 已经是连续遭遇了三次惨败 士气大大的受挫 而今 顺言终于是以惊人的剑术 强势击败了对手 赢得了这一战的胜利 吴臣也是很高兴的 虽然这个结果 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了 但是他还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毫无疑问 此时此刻 顺言是绝对的焦点 在众人之中地地位 直线攀升 威名直追华阳飞 萧和 侯军吉他们这些人 有了顺言的胜利 后面的对决 陆陆续续的他们 被尘愿的人也是胜利了 情况也终于是向着 好的方向发展了 吴佐29号和32号上台 终于 裁判员叫到了吴臣的名字 轮到我上场了 吴臣从座位上站起来 昂首挺胸 大不留心地走向了比武台 有了先前一场战斗的胜利 众人也都不再把吴臣 当成是普通的 星级镜六重天强者来看待了 又到了他上场了 这一次他遇到的对手很差劲啊 修为比他还弱 仅仅只有星级镜五重天 星级镜五重天 这几乎是先到圣地交流大会里的 最低修为记录 这才是真正来重述的 哈哈哈哈 吴臣这一次遇上的对手 名叫郑杰 是流云圣帝的一名真传弟子 这流云圣帝在众多的先到圣地之中 算是最差的那一批圣帝了 而郑杰在流云圣帝 也是十大真传弟子之一 他们的第一真传弟子 修为也不过才是星级镜八重天而已 这样子的一种阵容 有人能通过第一轮 晋级到第二轮之中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奇迹了 要是运气不好的话 极有可能会全部折挤在第一轮之中 面对这样子的对手 吴臣要胜利 自然是轻而易举 不费吹灰之力 哼 吴臣一拳打出 直接就破了郑杰的攻击 凶猛的力量 威势不减 傅又朝着他给冲了过去 郑杰惨叫一声 根本就抵挡不住吴臣的力量 直接就被震飞了 倒在地上 落了失败 由此 吴臣轻轻松松的就赢得了这一战的胜利 获得了两个积分 吴臣 你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 吴臣一走回来 众人立刻给他道喜 在这种场合之下 每个人都希望遇上比他们更差的对手 类似于郑杰这样的对手 毫无疑问 是他们所有人都期盼的 因为这样的人都是来送分的 但是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吴臣这么好的运气 能遇上一个修为仅仅只有星级静五重天的人 相反 他们之中很多人遇上的对手 都要比他们自己更加的强大 吴臣依然是耸耸肩 满不在乎 莫说一名星级静五重天强者 即便是星级静九重天巅峰强者 他都是没有半点儿的畏惧 很快的 第二轮次的战斗也是结束了 这第二轮次的比赛 被臣愿的损失就相对要惨重许多了 24人之中 有11人获胜 8人失败 另外还有5个人和对方战成了平局 这个结果 相比于第一批次的首轮战斗来讲 无疑是差了许多 不单单是他们被臣愿这样 其他的各大势力都是损失了不少的分 失败了多人 当然 这也有例外 而这个例外就是太一门 太一门这次有42人来参战 是所有宗派之中人数最多的 这其中的原因 除了因为太一门是东道主之外 太一门的实力 那也是一大要点 参赛的这些人 最低修为都有星级静八重天 光是从这一点来看 就要比其他宗门强了不少 而战斗的结果 那更是令人感到震撼 第一批次的战斗 太一门是全胜 没有一个人失败 也没有一个人是平局 到了这第二批次的战斗 太一门依然是维持着他们不败的记录 只是有三人和别的宗派里的人 战成了平局 如此娇人的成绩 让其他宗派的人是惊叹不已 太一门不愧是这东悬玉先到圣地之首 由此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休息了十分钟 第三轮次的战斗也是开始了 第三轮次的战斗跟第二轮次的战斗 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唯一让被陈愿众人感到不爽的是 夏幽兰失败了 败给了太一门的一位 星级静九重天巅峰强者 对于这一战的结果 从一宣布对战名单的时候 就已经是知道了 毕竟 夏幽兰现在的修为才是星级静八重天 比之星级静九重天巅峰强者 还差了一大截 失败那是在所难免的 这是淘汰赛 积分是至关重要的 积分少了 根本就没办法晋级 没失败一场就意味着晋级的希望少一些 第1037章 杨坤 太一门的人又胜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太一门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为止 好像就没有输过 你没有记错 太一门的人确实是一场都没有输过 除了几场平局之外 其他的都是全胜 我的天啊 这太一门弟子的水平也太高了吧 不仅参赛者人多 而且个个都是实力强横 从无败计 那时 你也不想想 太一门是什么地方 咱们东悬域最为强大的先到圣地 他所培育出来的年轻人 实力自然是强的 没话说 先到圣地交流大会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场中的那些讨论声 也始终都没有停歇过 舞组32号和35号上场 比舞台上 裁判员再次点到了吴臣的号码 听到这个叫好 被臣愿众人的眉头都是不禁皱了起来 倒不是因为吴臣的参赛 而是因为他的对手 吴组35号 如果他们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太一门的一名参赛者 而且实力也很强 达到了星级竞九重天 一时间 他们都很是担心 之前 夏幽兰就败给了太一门的一名强者手中 现在 吴臣也遇上了太一门的强者 是不是也会布下幽兰的后尘呢 吴臣 你小心一点 如果打不过的话 不要勉强 穆青长老提醒说道 吴臣笑道 放心吧 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说完 吴臣从座位上站起来 大不留心地朝着比武台走过去 又到太一门的强者出手了 看这样子 又是稳操胜券了 没办法 谁让太一门强呢 别的宗派 没几个能跟太一门的人相抗衡 被沉愿又有人要失败了 情况真是很不妙啊 看到比武台上的两人 众人都是议论了起来 几乎没有人看好吴臣 比武台上 吴臣这一次面临的对手 名叫杨坤 太一门真传弟子之一 修为是星级静九重天 杨坤看了吴臣一眼 这人的修为 简直弱得可怜 才是星级静六重天 在他的手中 根本就不够看的 他要击败 那是轻而易举 不费吹灰之力的 战斗会很快结束的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杨坤抱贺一声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身体之中爆发了出来 充斥着整个比武台 使得比武台上气流涌动 翻腾不息 如同怒海波涛 吴臣淡淡一笑 是的 战斗肯定会很快结束的 大眼圣像绝 杨坤是没有半点而犹豫的 抬手直接就是强横的绝技 雄魂的气息爆发了出来 直接是在头顶的上空 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圣像 这一尊圣像 无比的庞大 周身渗透着狂暴的气势 庞大的身躯 踏天而立 一股狂暴至极的力量 疯狂地冲了出来 令人是十分的震撼 看着这一尊巨大的圣像 场中不少人的脸色 不禁都是变了 这么强大的力量 简直是难以想象 不愧是太一门的青年强者 大眼圣像绝吗 对于这一招 无尘并不陌生 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不只是一次见到了 而是见过了很多次 所以面对这一招 他现在是毫无畏惧的 六合掌 无尘身体一震 一股雄魂的力量 从身上冲了出来 爆发而开 席卷整个比武台的空间 滔滔的灵力 不停地涌动 直接是凝聚 形成了一道强大的掌力 这一道掌力 非常的庞大 耸力在半空中 犹如是一座小山一般 强横的气势 直接是冲了起来 镇的这个空间 都是剧烈的颤抖 强大的掌力 很快的就形成了 带着一股可怕的力量波动 直接向着杨坤 给冲了过去 气势十分的恐怖 吼 而就在这时 圣像怒吼一声 迈着踏天的步伐 也是向着无尘 给冲了过来 强横的力量 疯狂的爆发 让得这个空间 剧烈的摇晃 根本无法承受 在那一双双目光的 注视之下 两道强大的攻击 终于是撞在了一起 事实 天地颤动 空间摇晃 恐怖的能量 不断地爆发 顷刻间席卷而开 犹如是惊涛骇浪一般 给我碎 杨坤抱贺一声 一股超强的力量 灌入到了圣像之中 圣像嘶吼一声 狂暴的气势 爆发了出来 碾压向了 那一道巨大的掌力 紧接着 众人就看到 无尘所凝聚出来的掌力 砰的一声 竟是直接被碾碎了 化为了漫天光雨 辐射而下 震碎了无尘的攻击 还不说 杨坤催动圣像 又向着无尘的本体 冲了出去 无尘淡淡一笑 双手掐绝 又是一道掌力冲了出来 这一道掌力 比起先前的那一道掌力 更加的庞大 也更加的凶猛 一股雷霆般的力量波动 疯狂地爆发出来 席卷四面八方 五重净爆发 无尘爆贺一声 催动六合掌 庞大的掌力 狠狠地冲了出去 迎上了杨坤的光明盛下 现在 无尘的实力 已经是金飞锡笔了 对于六合掌的领悟 也是非常的透彻 可以发挥出 这一门绝技的 最强力量来了 强大的掌力 怒轰了出去 就像是一座山岳 狠狠地砸了下来 轰 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感到了 空间的震动 然后就看到 掌力砸下来的地方 气流皆是被震碎 化为了一片真空 可怕的威势 足以震动天地 杨坤的脸色大变 没有想到 无尘的攻击 竟是如此的霸道 一击之力 恐怖如此 吼 面对无尘强大的攻击 即便是圣下 也都是抵挡不住 发出了一声怒吼 无尘的掌力 就像是一座真实的山峰 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 给我顶住 杨坤抱吼 催动全部的力量 悉数进入到圣像之中 催动圣像的力量 来抵御无尘的六合掌 吼 圣像嘶吼 周身爆发出强盛的圣光 光芒耀眼 灿烂夺目 还敢顽抗 无尘冷喝一声 体内丹田翻涌 又是一股超强的力量 冲了出来 使得六合掌的威力 再度增加 第1038章 击败杨坤 好 在无尘强横力量的 打击之下 圣像终究还是抵挡不住了 崩裂开来 化为了一片光雨 辐射而开 啊 伴随着圣像的崩裂 杨坤也是遭到了重创 被一击给震飞 在半空中 洒落下一片血雨 然后坠落在地 身上的气势 也是在刹那间 淹了下来 满场接惊 众人都是睁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比舞台 眼睛一眨也不眨 居然胜利了 这个结果 可以说是出乎了 所有人的预料啊 可不是吗 杨坤是谁 太一门的人啊 星级静九重天强者 现在居然败给了一个星级静六重天的人 这话即便是说出去 恐怕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太一门的不败记录 终于是被终结了 众人一片哗然 议论纷纷 虽然他们知道 太一门的不败记录 迟早都会终结的 只是任他们做梦也都想不到 终结这个连胜记录的人 居然会是被沉愿的人 而且他的修为只有星级静六重天 胜利了 被沉愿这一边 众人也是惊喜一场 这个结果也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这小子 看到这个结果 沐青长老也是非常的高兴 吴臣的胜利 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看这样子 这一年多的时间 吴臣的实力进步 不是一点点啊 对于他们来说 吴臣的实力越强 所取得的成绩越好 他们也就越是高兴 吴臣 另一边 司空盛的目光 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吴臣 可以说 每一次吴臣的胜利 对他而言 都是一种极大的视觉冲击 遥想三年以前 万国大选的时候 对方的修为 才是真武镜三重天 凭借着诸多的绝技 才是勉勉强强能够击败他 现在呢 这才过去了仅仅三年时间 对方的修为和实力 就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竟是能够霍兴极境 九重天强者战斗 并且还能将之给击败 这对于他来说 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然而 吴臣却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 32号获胜 裁判员宣布了结果 他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 能来这里参赛的 都是各大胜地的天才人物 他们的天资本就是无比的卓越 能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能保持着越级挑战 这已经算是极为不错了 更不要说还是越级级的胜利 进行过三轮次的比赛之后 上午的比赛也是就此宣告结束了 中午是不安排比赛的 留给大家疗伤吃饭休息之用 准备下午的比赛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间就到了下午 星雨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 不知有多少人到这里来 经过了一上午的比赛 众人的热情也是被彻底地激发了出来 所有人都是充满了期待的 下午的比赛 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能不能晋级进入排名赛 那就看下午的比赛了 很快的正是比赛就开始了 一组一号和八号上台 下午一开始 裁判员就叫了顺岩的号码 顺岩也没有多少的犹豫 直接就上台了 经过了上午的比赛 大家也对顺岩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这个女人不仅人掌的娇艳美丽 绝美无双 在这个东悬浴的境内 几乎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她的实力也是强横的没话说 同等级之中几乎是找不到什么对手 又是顺岩上场了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她晋级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还用说吗 不要看她的修为 只有星级境八重天 可是她的实力却是非常的强横 万件归宗已出 可以说没有几个人能挡得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好像从开始到现在为止 她就根本没有使用过这一招 不知道是她不屑于使用这一招 还是她根本就不会使用这一招呢 不会使用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开玩笑 那么你见过她使用吗 嗯 这个倒是真的不曾见识 既然你没见过 那么何一你就能说她一定会呢 万一她不会呢 信不信有你 就在某些人的争论之中 顺岩与对手之间的战斗 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一组一号 这是一个高手 修为是星级境九重天 但是她依然不是顺岩的对手 经过了几个回合之后 被顺岩一剑给批飞 干得不错 沐青点点头 对顺岩的表现十分的满意 正如大家所想的那样 顺岩晋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由此可以推测 他们被沉愿这一次晋级的人 有哪一些 华阳飞是宝宋 绝对能晋级 毫无疑问 其他人之中 肖和和侯军级 这两人是星级境九重天 巅峰强者 实力强大 应该也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至于刘松和彭扬 这两人的修为 是星级境九重天 晋级的希望也是比较大的 其他人呢 吴臣和顺岩 这两人虽然人年轻 而且修为也不是很高 分别是星级境六重天 和星级境八重天 但是他们的实力 却是远远的超过了 他们自身等级 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从开始到现在 一路连升不止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除开这些人之外 其他人呢 希望都不是特别的大 唯一有晋级希望的 或许也就是下幽兰一人了 而下幽兰在上午的比赛之中 失败了一局 要想晋级 下午的比赛 就不能再输了 要不然 将不会有晋级的希望 十多分钟之后 轮到下幽兰上场了 这一次 他的运气比较好 遇上了一名 星级境七重天强者 几个回合之后 他赢得了这一场 战斗的最终胜利 恭喜幽兰师姐 众人纷纷给他道贺 下幽兰也是非常的开心 他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竭尽全力去拼 哪怕最终无法晋级 那也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至少 自己努力过了 那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更何况 他们被陈苑这次的整体实力很不错 他无法晋级 但是有其他人晋级 那也是一样的 第1039章周易 很快的 又轮到吴晨上场了 这一次他所遇到的对手 是一名星级境八重天强者 对于他来讲 星级境九重天巅峰强者 都不是他的对手 更不要说星级境八重天强者了 几个回合之后 他轻松的就获胜了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的缘故 接下来吴晨所遇上的好几个对手 实力都不是很强 最高的也就是星级境九重天而已 而这样的对手 对于他来说 是不存在任何压力的 轻轻松松就能碾压 直到下午第五场 吴晨终于迎来了一个 非常强劲的对手 这人名叫周易 乃是一名星级境九重天巅峰强者 也是宇轩神殿的第一真传弟子 宇轩神殿在众多的先到宗派之中 属于中等的那一批次 虽不及被沉愿这样的十大宗门 但也要比那些小门小派要强许多 而这一次 他们更是出现了一名 星级境九重天巅峰强者 仅仅凭借着这一个人 就要比很多的宗门要强了 毕竟 星级境九重天巅峰强者 在这仙道圣地交流大会之中 也是并不多见 像被沉愿这样的先宗势力 也不过就两三人而已 这一次 无尘遇上的对手实力不弱啊 星级境九重天巅峰强者 依我看 这个人也不说他的对手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这个无尘的修为很差 只有星级境六重天 但是他的实力 却是非常的强横 之前太一门的真传弟子杨坤 就败给了他 虽说这个周易是星级境九重天巅峰强者 但是整体实力比起杨坤来 也是强不到哪里去的 恩恩 比武台上 吴晨和周易相隔一仗 周易打量着吴晨 这个修为只有星级境六重天 但实力却是非常强悍的对手 眼神也是无比的凝重 请 周易并不客气 直接就动手 双手掐绝 体内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冲入了半空中 凝聚成为了一座巨大的金台 这一座金台 无比的巨大 光彩绚烂 耀眼夺目 宛若真金胶筑而成的一样 看上去就能感受到 那种震撼性的力量了 由此可见 周易是没有丝毫留守的 一出手就是强大的绝技 一点都不含糊 但是 吴晨却是丝毫不惧 握住拳头 一拳轰出 这一拳的轰出 周围的气流狂涌 金色的能量爆发了出来 狠狠地轰击在了周易的金台之上 砰 巨大的金台 在吴晨全力的攻击之下 直接就被一击给震碎了 化为了一片光雨 你也接我一招吧 吴晨双手掐绝 一股可怕的力量 从身上冲了出来 直接是形成了一道掌力 六合掌 对于这一招 在场的人都不陌生 因为吴晨从一开始以来 就一直都是使用这一招的 至于其他的招数 就没有见他使用过 他们都在猜测 吴晨是不是只会这一种招数 不过 这种可能性 估计是很小的 雄魂的力量 冲天而起 晴天掌力快速的凝食 一股狂霸的力量 从其中渗透了出来 让人是心惊胆战 悬浮在半空中 吴晨嘴角一笑 抬手就把掌力打了出去 轰隆隆 晴天掌力 划过天空 强大威势 凶猛的爆发 携带着雷霆之力 朝着周易镇压而去 周易面色凝重 他知道 吴晨的这一招 威力十分的强大 即便是当初那个太一门的杨坤 都是败在了这一招之下 所以 他必须得是严肃的对待 破玉枪 周易大鹤一声 右手一握 一把火红色的枪 就是出现在了手中 面对着吴晨的绝技 他也是使用出了自己的地阶领宝 握住破玉枪 周易一枪刺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 伴随着破玉枪的冲出 也是爆发了出来 周围的空气 受到了这股强大力量的影响 也是砰的爆碎了 砰 破玉枪冲出 一股强大的气势爆发出来 狠狠地撞上了吴晨的掌力 然后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下 那一道掌力 竟是直接被一枪给震碎了 见此 众人都是极为震惊 吴晨的掌力 非常的强大 就连杨坤都不是对手 然而 现在却被周易给一枪粉碎掉了 由此可见 这个周易的实力 还要在杨坤之上的 一枪破掉吴晨的掌力 周易挺枪而立 他要用自己的实力证明 他们宇轩神殿 也是可以出现绝世强者的 这一次 他不仅仅要晋级前100强 还要挺进前30 甚至是前20 给我拜 周易握枪刺出 滑出了道道的枪花 这些枪花 一朵一朵 连接成线 快速地冲向了吴晨 吴晨身形后退 连连点步 想要闪避 但是周易却不给他机会 只见他手中破语枪翻转 朵朵的枪花 飞射而出 笼罩着吴晨的四面八方 阻止了他所有的去路 然后 周易右手一转 控制着周围的枪花 朵朵的飞出 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 要将吴晨给击败 够了 吴晨抱贺一声 一股灿烂的金光 从身上爆发了出来 这一道金光 非常的绚烂 笼罩着他的全身 化为了一道庞大的仙王 仙王镇九天 看到这一招 场中很多人的脸色 都是忍不住变了 他们之中 有很多人对吴晨 是根本不了解的 此前甚至是都完全没有听说过 有这么一个人 更加就不可能知道 他会使用什么绝技 被沉愿这边 众人却是笑了 别人不知道 吴晨到底有什么绝技 可是他们却很清楚 这一招 才是吴晨真正的绝技 即攻击与防御为一体 可有惊天之威 仙王一出巨大的力量 猛然间爆裂开来 周围的枪花 根本就是承受不住 直接就被震碎了 无法对吴晨造成半点儿的影响 这是什么招数 周易眼睛睁大 看着那一尊巨大的仙王 心头也是十分的好奇 这什么样的招数 威力竟是如此之强 连他所释放的枪花 也是不堪一击 直接就被这股力量给震碎了 第1040章 改天换地 仙王出击 身处仙王力量的包围之中 吴晨根本不用自己出生 直接由仙王带他出击 庞大的能量 不停地蠕动 一只硕大的手臂 从仙王的肩部伸了出来 这一只手臂 足足有一掌粗细 看上去就跟巨人之手一样 一股蛮横的力量渗透了出来 令人是心惊胆战 仙王握拳轰出 硕大的拳头 从天空之中狠狠地砸出 砸向了周易 不好 周易脸色大变 这一只拳头太大了 一股可怕的力量 朝着他给压了下来 要把他整个人都给震碎掉 破玉枪 眼见硕大拳头砸落 周易也是没有半点儿的犹豫 握住破玉枪 直接一枪刺出 巨大的力量 直接冲了出来 朝着仙王的拳头 给刺了出去 坑 周易的破玉枪 就像是打在了钢铁之上 竟是发出了坑的声音 一股强大的气劲 从对撞中心扩散开来 席卷四面八方 挡下了 握住破玉枪 周易深深喘了口气 刚才这一枪 费了他很大的气力 不过还好 总算抵挡住了这一招 对面 先王之中 无尘轻轻一笑 然后周身力量爆发 灌入到了先王之中 璀璨金光 暴射而出 映照着天地 哼 受了无尘力量的影响 先王的拳头 也是力量大增 强横的力量 直接压了下来 如同泰山压顶 周易身体一沉 握住的破玉枪 也是随之下降 恐怖的力量 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 要把他整个人 给压碎掉 这什么玩意儿 居然这么沉 周易忍不住 要骂娘了 这什么鬼拳头 力量这么的强大 连他都是 感到极为的吃力了 再试试这一招吧 无尘轻贺一声 先王另一只手 也是冲了出来 携带着狂暴的力量 狠狠地朝着周易 给击打过去 糟糕 周易脸色大变 没有想到 无尘居然趁着这种时候 对他发起攻击 这可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 他想抽出身来 但是在他的上头 还有一个硕大的拳头 在死死地压着他 让他根本就没办法抽身出来 眼看着周易即将被命中 突然 他抱贺一声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身上冲了出来 然后 他的身影 竟是直接从原地消失了 什么 看着这一切 众人皆是睁大眼睛 感到不可思议 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 就突然的凭空消失了呢 这是改天换地 现场之中 也不乏见识超群的人 他们一眼就认了出来 改天换地 这是雨轩神殿的一种独门秘术 可以在瞬间实现空间的转换 算是十分厉害的一种绝技了 轰 巨大的拳头 狠狠的击落 那一片空间都是被震碎了 化为了一股汹涌的能量 冲向了四面八方 但是 无尘却是皱紧眉头 原本 按他的预计 这一招应该是能把周易给击败的 不过 让他想不到的是 对方却是突然之间凭空消失了 空间方面的神通吗 看到周易的身影消失了 无尘猜测 对方这一招 有可能是空间方面的神通 因为其他类型的神通 不会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消失了 当然 他也不在意什么 周易的实力离他还相差太远 即便是有了空间神通法术 依然不是他的对手 连他的先王法身 都是没办法打破的 大师兄 加油 宇轩神殿的人欢呼起来 为周易加油助威 至于那些长老 则是捋着胡须 点点头 周易乃是他们宇轩神殿 第一真传弟子 是他们宇轩神殿 最最杰出的天才人物 他们也对他是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在这一次的 先到圣地交流大会上 大放光彩 赢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为此 他们可是给他准备了一些 压箱底的手段和绝技 而周易的悟性也是很好 没用多少时间就掌握了 现在更是在比武台上施展出来 现在他们对周易是很有信心的 相信他能击败这个吴臣 赢得这一场战斗的最终胜利 比武台上 吴臣等了好一会儿 施展不见周易出来 甚至就连他的气息 都是消失无踪了 这让他感到很是迷惑 不知道这人到底躲哪去了 咻 就在这时 他的背后突然传来 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 紧接着 众人就看到 一支长枪 刺破空间 朝着他的后背给击杀过去 不好 见此 被沉愿众人脸色都是大惊 心中充满了担忧 要是吴臣挡不下这一招 那么 他的情况将会陷入到极度危险之中 其他人也都是一样 对吴臣充满了担忧 这一枪要是吴臣没办法挡下 那么 他不死也会落败的 破雨枪 破万物 周易大鹤一声 手握破雨枪 使出全部的力量 一枪狠狠地刺出 砰 破雨枪与仙王撞在一起 一股强大的劲力 从撞击点爆发出来 冲向了四面八方 周易一笑 他这破雨枪 可不是什么一般的宝物 而是地阶灵宝 无坚不摧 现在又是权力刺出 威力自使十分的霸道 他相信 自己这一枪刺出 吴臣绝对会落败的 但是 很快的 他发现了异常 因为他看到 自己的破雨枪 在权力刺出的情况下 竟是没有能够穿透 吴臣的仙王之身 受到了一股强大的阻力 就这样一直是保持着 无法再进入一分 见此 众人都是惊奇无比 他们也是没有想到 吴臣的仙王之身 竟是如此的牢固 连地阶灵宝 都是无法穿透 你玩够了吗 现在换了吧 吴臣淡淡一笑 他的仙王 防御力非常的恐怖 固若金汤 牢不可破 区区一件地阶灵宝 就是想破掉他的仙王 有可能不 不好 周易顿时产生了一种 不祥的预感 他立刻施展改天换地 想要再度转移出去 说时迟 那时快 一个硕大的拳头 从上空重重地砸了下来 如同巨人之拳 从天而降 雷霆之力 震动空间 啊 准备 来 这些事 中文 是 感谢观看